解放軍殲擊機轟炸機大張旗鼓艦直台海周邊 近期解放軍東部戰區陸海空動作平靈 加大力度侵擾金逼 中國海事局最新公告 12到14號將在浙江外海的東海 例行軍演 而且距離台北約500公里外 卻刻意連結上12號副總統賴清德 率團出訪友邦巴拉圭 賴副總統他訪美的時候 他可能會見到一些官員的層級 或者是美國跟他互動的關係 我想中國也會去依據這些互動的關係 去調整他們演習的一個力度 或許規模並非外界所想像 但類似手段 猶如2022年裴洛西訪台後 中國發動一連串圍台軍演 跟上先前四月總統蔡英文出訪 解放軍出動多架多艘機艦 遊言轉戰的戰備進行行動 對美國來說 他也不希望會有一些 過多的變化發生 明年美國也有選舉的一個狀況 那美國會去如何的一個調控 或是會在目前這個議題上面 會去做如何的動作 我覺得也是觀察了一個指標 11號中國場先派出 九架共機七艘軍艦 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一架反潛直升機 還直闖我東南空域 嚴防局勢動盪 更嚴防中國戰爭與和平的大外宣 撼動台灣民心 蔡總統11號晚間取消公開行程 緊急邀請相關人員召開國安會議 沙盤推延掌握台海局勢 謝謝黃品翰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